张总 外面来了一个乡下人 说是您的亲戚 亲戚 行吧 您让他进来吧 哎 嫂子来了 里面坐 好 嫂子 您坐 来都来了 带这么多东西干嘛 好久不见了 妹 这不是你小时候最爱吃咱们园子里种的菜吗 我给你拿过来 让你尝尝鞋 谢谢你 嫂子 我哥最近身体好吗 好好好 她身体好着呢 嫂子 您这次来是有什么事吗 我 行行行 行的 哎 好 先这样 哎 对了 嫂子 你那个养猪肠现在怎么样了 我那个养猪肠 真是一言难尽啊 其实 我这次来 不好意思啊 我先接个电话 喂 李总 啊 好好 妹 那你先忙吧 那我就先回了 哎 嫂子 等会儿 这个呀 是我给你们准备的樱桃 带回去给我哥和孩子尝尝鲜 哎 好 嫂子 那您路上慢点啊 好 好 喔 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张总,你为什么不说直接借给他呢? 现在是物质社会,很多亲戚关系都变淡了 甚至是为了金钱利益,亲戚关系都变成了仇人 对亲戚有难,而且又在我能力范围之内能帮就帮 如果非要说借的话,那未免也太没有人情味了吧 我呢,本来身处异地,和亲戚之间走动的也少 当亲戚之间遇到了困难,我才深切地感受到 那打不断的还是亲情啊 是啊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分佳节,被私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